今天早上我本來想要來煎鬆餅的 但是我剛發現我們家沒有牛奶也沒有蜂蜜 所以我現在要先去買菜 然後等一下回來煎鬆餅 然後今天的vlog呢 其實我已經有一個很大的project 要在vlog裡面跟大家一起做 就是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 非常混亂的一個區域 像是這個很多 大家假裝沒看到好不好 就是這一對還沒有洗的衣服 然後這個是我上個禮拜在IKEA 買的一個衣架 就是那種 你知道可以掛衣服 然後可以掛包包的那種架子 我在講廢話嗎 反正就是一個衣帽架啦 因為我覺得我家現在雖然整個設備 很齊全 可是少了一點點的儲物空間 所以你們看這邊很可怕 這塊呢就是為什麼我想買衣帽架的原因 現在我所有可能在外面穿過一次或兩次的外套 或是衣服我就會都丟在這邊 然後還有一些雜物啊 怎麼說呢就是看著他們堆在那邊 我就會心情有點不好 所以對 總之今天就是一個非常日常的sunday vlog 然後有一個非常大的任務 就是我要把這個家具給組裝好 然後煎出好吃的鬆餅 我真的不是友好 我回來了 我的手要斷掉了 很快給大家看一下我剛剛買的grocery 首先青菜的部分我買了一個 我最近吃到然後覺得很喜歡的 這個菜炒起來脆脆的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買了一個吐司草莓果醬跟蜂蜜 然後等一下要做鬆餅的牛奶 還有這個我的絲心小熊餅乾 漱口水牙刷跟這個是我最喜歡喝的氣泡酒之一 叫做Proseco 然後我剛有去生活百貨買了幾個洗衣袋 然後弄麵糊的這個打蛋器 最後呢是這個3M的隱形掛鉤 因為呢來等一下 我呢前陣子在網上面買了一個 這樣子的網子板 我想要把它黏在這裡 然後上面可以把我這邊的一些拍立得啊 什麼的放到上面 我就覺得應該會很可愛 然後因為我不太可能在牆上打洞嘛 所以我就買了隱形掛鉤 等一下來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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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use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me down i pray oh pretty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stay and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ll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slawn as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ink god i'm alive i think god i'm alive what a problem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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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要來組裝我的家具 但是在組裝家具之前 我想要跟你們講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首先呢,我先給自己畫了一個妝 雖然我今天也沒有特別要出門 但是就...就是... 你知道有種衝動想化妝 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呢,我剛剛要用腮紅的時候 我就拿了這個 然後說很久沒有用這個 叫什麼膠狀的腮紅 結果我一打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個洞 沒錯,就是我的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兩根手指會 有機會可以戳到裡面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我真的是每天都被自己給震驚到 Anyway,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OK 大家不用擔心 我這個在送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全部先消毒過了 好鬧 我們的挑戰盤正要開始 希望這個不會太難 我來看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完成品 它的完成品應該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打算要把它放在這個旁邊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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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我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關 就是你們剛不是看到我把照片放上這個東西了嗎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剛放完照片之後我就往回退 然後看一下我覺得 這個位置好像有點不太正 所以我就想說把它移一下位置 結果悲劇就發生了 結果我的油漆就被我這樣撕下來了 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完了 我的deposit是不是拿不回來了 然後我現在床上都是油漆的屑屑 我真的是要瘋掉了 好所以結論就是我放棄把這個黏在牆上了 我現在可能找個位置把它就放著 怎麼辦呢 各位你們覺得我應該要怎麼辦 好難過喔 我現在看到牆上那個油漆剝落的地方 我就覺得心很痛 可惡 那我今天的任務其實差不多完成啦 雖然我本來想好兩個新的裝飾呢 一個成功了 一個失敗了 但是沒關係 啊 講到看到這個我就想跟你們分享 你們看它看起來真的很悲傷對不對 這三個啊 是我前陣子去旺角的花絮買的三個小仙人掌 我明明就有認真固定膠少少的水 但是他們過了一個禮拜就開始變得很悲傷了 我本來想把這個帶到公司去的 現在 它看起來好悲傷喔 so sad 那這邊讓大家看一下我整理完的樣子 這個也是我昨天在MUJI買的儲物箱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裝我的包包們 然後這一塊因為它的設計上是基本上是空的 所以就把我所有的衛生紙跟廚房紙巾都塞在這裡 下面就有一些像酒精或是清潔紙巾 還有一些出門的購物袋放在這 然後下面是我的體重機 這旁邊的勾勾都可以再掛像是帽子或是包包 像這種呢就是可能出門穿過一次 可能十分鐘回來之後 我就會先把它掛在這邊 然後下次有機會再出去 我就可以穿同一件 然後再一起洗 就不會這麼浪費水 整個看起來變得比較乾淨了吧 Y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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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主管餐 大貓看我現在臉紅紅的 有在喝氣泡酒 有在喝氣泡酒 休息一下 中間很高 炒酵酒 爆香 中間很高 中間很高 中間很期盛 中間很高 中間很小 中間很高 最要的 泡沫 我看還有很多白糖 榮火 糖 牛 我現在要來敷面膜 這個禮拜是香港的復活節假日 所以其實我們從星期五開始就一直放假到星期一 就連續四天這樣 然後我這幾天呢 除了在家然後剪影片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很認真地在追劇 現在追一個大家一定會覺得你也太晚了吧 的劇叫做鬼怪 對 我之前有嘗試看過 但是我記得那個時候是第一集好像沒有到很吸引我 所以我就沒有繼續看 那我前幾天剛好看到他上架在Netflix上面 然後我想說 還在等什麼 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來看 那我現在已經看到第十四集了 就剩兩集就沒了 對 我其實看劇是看蠻快的一個人 因為我很容易看到不喜歡的橋段我就會快轉 所以我看劇算是蠻快的 那我最近剛追完金師副一 我覺得金師副一好像真的比金師副二還要好看耶 然後再來那個Hospital Playlist也真的是超好看 但是他現在只出到第五集而已 而且一個禮拜才一集 所以我還在等待他出更多集之後我再一次看 不然會真的太痛苦了一直在等 因為我是鼻子跟這邊比較容易出油 上面就還好 所以我就敷下面就好 有沒有感覺我好像 帶了一個 mask OK 不好意思不好笑 其實今天也沒有要幹嘛 我接下來就是要繼續看 鬼怪 不過在我跟大家說再見之前呢 我覺得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喜歡的幾首歌 前陣子看到Coco有分享他最近的歌單 然後我就覺得 嗯 所以我也來分享一下我的歌單 首先第一首叫做 For Lovers Who Hesitate 這首歌 我很喜歡他一種低聲吟唱的感覺 好像在講話一樣的唱歌方式 怎麼說啊 就是一種很浪漫很復古的 就是我已經連續循環了一個多月吧 到現在還是 這首歌是一個叫做 Janebe的韓國樂團 然後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聽他在 劉希烈的寫聲部的Live演出 我覺得跟CD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聽 下面一首是Coco介紹給我的 是Bruno Major的Nothing 這首歌 很適合晚上一個人聽 You watch the TV while I watch you 你看他的歌詞有多可愛 有一個韓國的歌手我最近也很喜歡 這個歌手的聲音有提醒過 我有非常喜歡一個韓國的組合 叫做秋天旅行 是嗎 Autumn Vacation 哇 他們的歌雖然真的是蠻冷門的 就是 絕對不會在什麼熱門的排行榜上面 可是他們的音樂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聽 這首歌真的不誇張 是我大概三四年前聽過之後 我就一直記在心裡 然後 我每過一段時間如果 有時候心情很不好 或什麼我就來聽他們歌 然後就會覺得很療癒這樣 給你們聽一下 accan 母親 這首歌叫做 's che c s 這首歌其實本來組合沒有到很紅 可是 IU有翻唱過 就有很多人有聽過它 最近也很愛 李又廷的 歌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也会把我的播放清单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如果你有Spotify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我的歌单去听 今天好像也没有要干嘛 我本来想要运动的 但是 嗯...算了 今天呢我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都不做 我就是要把鬼怪给看完 谢谢大家看完今天 我这个有点费费的日常 其实也没有很费啦 我们也组装了家具是不是 我们也组了意大利面是不是 哇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那我们去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